大家都知道在我們拍完照片之後 可以用像Lightroom或是PS的這類軟體 去做影像的編修 但有時候我們出門在外面嘛 用手機拍完照片 想要馬上有一張很好看的風格照 但身邊又沒有電腦 這時候就需要用手機來修圖啦 Hi 我是TrueRub 今天呢 我要教你用手機 也能修出很棒的照片 我們走吧 第一步 選擇你要拍的地方 不一定要選什麼知名景點啦 只要構圖抓好畫面有主題 就算是拍樓下阿嬤也可以拍出不錯的照片 第二步呢 拿出你的手機開始取景 你可以在同一個場景多取幾個不同的角度 然後記得把手機的隔線功能打開 這樣子呢 才能確保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畫面構圖不會跑掉 第三步 選一張照片開始修圖 這邊我使用的軟體叫Snapseed 它是一款免費的修圖軟體 操作非常簡單 打開軟體之後選一張照片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功能可以使用 你可以先使用影像微調調整它的參數 例如太亮的話就把亮高度降低 對比不夠就拉一下對比 再來我們可以到曲線 拉出明暗層次 當然裡面也有一些預設好的 可以給你選擇 接著我們可以到膠片噪點 套用不同風格的濾鏡和膠片 如果覺得效果太強 我們就把效果降低 你也可以到暈影裡面去增加畫面的氛圍 如果你喜歡你剛剛修出來的風格 你也可以儲存 之後類似的場景就直接套用就好了 最後修圖完 如果你想要為照片加上文字 做成海報的感覺也是可以的 例如說這張我可以寫個 Crazy Rider好了 瘋狂的腳踏車手 阿嬤表示無言 比對一下修圖前修圖後 手機修出來的效果其實真的還不錯 然後也可以拆切一下比例 做成立可拍的感覺 就看大家怎麼玩囉 好到這邊大家是不是都學會了呢 也許手機的畫質沒有相機那麼好 軟體也不是最專業的 但是它快速方便 任何時候都可以修圖 你可以邊吃飯邊修圖 大便的時候修圖 彈吉他的時候修圖 過馬路的時候也可以修圖 不要啦 上傳到各大社群軟體也很方便 只要掌握方法 還是可以做出很不錯的照片 我是Shura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